我们的频道会员正式开放 敲猛秀烂成为选手的经过 落音缤纷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我喜欢什么类型的女生 当一个选手需要拥有什么样的天赋 还会不会打职业联赛 跟你你是怎么认识 然后为什么分开 哈喽各位观众大家好 首先呢在Q&A之前呢 我要在这里非常的感谢 观众们一直也来支持 那让我在这个月 不管是影片跟实况中的观看率 都有十分明显的增长 还有就是我们的频道会员正式开放啊 那首先呢我们的频道会员呢 总共有分为一到六等 那这个等级呢是怎么算呢 就是你加入会员的时间越久呢 他就会慢慢的慢慢的帮你升级 那这个一到六等呢 都会有不同的图案 那这个图案呢就是譬如说 你在我直播留言的时候呢 这个图案也会跑出来 然后呢 你的名字也会变成一个 比较鲜艳的颜色 然后就是让各位观众都知道你 哦你是我的会员 这样子 然后呢 我们还会推出四个贴图 分别是这个 这四个贴图呢就是我三次开直播当中 让各位观众投票的 那频道会员的加入方法呢就是一个月75台币或者是25港币 那就可以加入我们的频道会员 那就可以加入我们的频道会员 然后 那这个我后面也会回到的到 那我们一开始先回答一下比较 屁实的问题 好吧 首先呢 第一题就是成为选手的经过 大家都知道我一开始就是 以不用爱这男人的身份来开始我在传授的实况录 哈喽哈喽 今天我主要是讲广东话哦 有有化妆 没有没有我没有化妆 就跟平常一样 我大概直播了大概一年左右的时候呢 那当时就有一个亚运会有一个传说对决的项目 当时香港队的教练红豆呢 他就叫了我去队伍里面打某种路 然后我们最终是获得了第四名 打完亚运回来之后呢 那当时红豆呢 他就回去HKA里面当教练 他就也想要找我去测试 这样子 我就一个人去了台北这里 到HKA做测试 那测试之后呢 我是成功了进入这个HKA里面 淡入这个手法的魔龙路 那接下来就是你们看到的 我第一季一直输一输一输 输到最后 哎好像有点起色哦 然后呢 第二季呢 我们就正式起飞 可以拿冠军 这样子 那第二题就是会不会尝试 拍Vlog 那Vlog这个东西呢 我会在譬如说 疫情 缓和解禁之后呢 那我比较想要拍的譬如说 健身类别 唱歌类别 或者是我平常我吃东西想要分享的 其实我都会想要拍 因为我还蛮喜欢分享自己的东西 对 那目前呢 我都是先 专注了经营好这个传授 我都觉得实况跟影片的部分 那第三题就是啊 有人问这个落音缤分啊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首先很多观众应该都不知道 就是落音缤分呢 他是从一年前就是我们HKA的一个酸民 我们每一场有比赛啊 他都是很非常的活跃 都会在聊天室 比如说 酸我们啊 碰我们 但是他 讲的话又是没什么营养的 you know 到现在哦 这个落音缤分他还是会在我的影片下面留言 一直在酸一直在酸 那他最近说我的一句好像是叫我 滚出职业赛场就不要再回来之类之类的东西 那我就回他 可是我不是主卡 我不知道怎么滚之类的 就是我到现在还是会跟他有个互动在了 那 我也觉得他是我的一个非常忠实的粉丝 因为他从一年前就一直追踪我 然后他肯定有订阅 然后开启小铃铛才会 我发影片他都知道 那我非常感谢他一直以来 比如说对HKA还有对我的关注 那第四题就是啊 比较害羞一点 就是我喜欢什么类型的女生 其实我喜欢的女生呢 大概是偏姐姐类型 其实我自己的工作关系 还有我的平常的性格的关系 都会影响到我 比较喜欢姐姐的原因是因为 我是做选手跟现在做实况 其实我的时间都是很不稳定 就是我可能是从早上 譬如说十一二点就一直工作工作工作到 晚上的十点十一点才会下班 我这个陪立一半的商处 时间基本上是很小的 那如果我教练经不小的话呢 那他们通常都是学生嘛 那学生其实他们都会比较喜欢 有立一半去陪伴 但是很无奈我这个工作是没有办法做到的 那另一点我性格的问题就是 我自己这个人是比较害羞 就是我这个人在外面其实是不太讲话的 除了我真的跟很熟的朋友出去 所以其实我希望我的 另一半他是一个外乡的人 他可以带动我 然后最好就是他喜欢吃东西 但是我还蛮喜欢看到女生就是吃东西 这样子 那第五题就是做YouTube觉得最累的事情 我觉得做YouTube最累的事情是 你要知道观众喜欢什么类型的东西 就譬如说今天我是做传说对决的 那观众因为都知道我是职业选手的身份 所以他们一定是喜欢我 譬如说我是名射手名蒙龙鹿的 那他们肯定是喜欢多看我玩射手 然后拍一些譬如说教学类型 就譬如说我实况上 我也不能一直打 然后不讲话嘛 所以我一定要时刻提醒自己就是说 我要多看聊天室 我要多跟观众互动 然后我讲话的时候也会尽量的 让自己幽默一点等等等等 那其实常常我实况到 比如说三四个小时 就开始很累很累 你们知道 因为我开实况我打一把打两把 好像就等于我自己私下打 打个五场打个六场等等之类的 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比较累的事情 可是我也很享受在这个当下 因为我自己也是一个很喜欢 跟观众互动的人 但这个比较限于在这个直播上面 因为现实生活呢我还是很害羞的 所以你们如果心里生活中看到我想要照我拍照的人 那我是非常开心 可是呢 如果你们照我聊天的话呢 我应该会不知道要说什么 那第一例题就是你觉得当一个选手 需要用有什么样的天赋 那首先呢我会觉得说 选手就有东西先撇除你的天分天赋等等 如果你真的想要成为选手的话 我觉得你需要把你自己的心态调整很好 我觉得当选手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你的心态 比如说今天团练完检讨 你会不会别人检讨你的时候呢 然后你会想很多借口 然后你也会不听 比如说队友加点假的话 你在赢比赛的时候 你能不能保持好谦虚就是 你不要一直觉得自己很强 你一定要想到自己就是 你永远都要进步 你永远都要进步 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 会有一个新的对手出现打败你 所以你一定要维持一个谦虚的状况下 你才能在职业选手这一行里面活的长久 那天分啊努力这种东西 我觉得是当一个选手必须的 必须对 你没有天分你没有努力 基本上你也是活的不久 那第七题就是 健身前后的差别 然后首先呢 我们先翻一张我以前很胖的照片好不好 那在对比我现在是不是差很多 之前呢我来台湾打职业嘛 然后我第一次到台湾的时候 哇我觉得哇台湾的食物怎么又便宜又好吃啊 然后那个时候呢 基本上我们队伍里的人呢 每天都会吃宵夜 那我就看他们吃 那我肯定跟着吃啊 然后那个时候还在测试的时候呢 就是一直被教练骂 然后就很想释放压力 所以就会一直吃一直吃 吃到呢就变这么胖 但是我在比赛场地中也遇到一个女生 那里面也知道是谁 那我想要追求她嘛 可是我觉得自己就是很胖很丑你知道 所以我就那个时候就想要好好改变自己 然后我那个时候呢就开始上网一直看 到底要怎么减肥 才能减肥的健康 然后我到底要吃什么东西 就是比如说我借糖分 我借油炸什么什么东西 我就是我都吃什么鸡胸啊 吃菜 然后吃一点点碳水 这样子就是我的一餐 那当时其实真的是做的蛮快 我大概是花了三个月的时间 大概减了大概有十公斤油了吧 所以我觉得我可以你们也可以好不好 那第八题就是还会不会打职业联赛 那我其实我目前的想法是我会比较喜欢做实况主 其实我觉得得到的关注度会比职业选手多 那我也可以因应不同观众喜欢看什么题材的影片 我就去拍 比如说你们喜欢看游戏设定 想看射手教学等等之类的 那我也可以马上拍给你们看 那我自己本身也有蛮多想法 就是我想要做很多企划类别的东西 所以接下来我会先给自己一段时间去把YouTube这个东西给做好 所以也是要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好吧 那第九题是会追求稳定的工作吗 其实我这个人我不太喜欢做一些稳定的工作 我会觉得人生那么短应该要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我会想要去一直突破自己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比如说我喜欢打游戏我喜欢唱歌我喜欢学乐器 就是我会一直玩我自己喜欢的东西去尽力的把它给学好做好 然后就是我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是有善进心然后努力 那也自己觉得做的开心 然后我就觉得很满足了 那第十题就是我交过几个女朋友 我总共是交过两个啦 就是我高中然后有一个啦 在当选手的时候有一个啦 都维持了大概有一两年左右吧 你根本问我这尴尬的问题 那第十一题就是你是怎么激励自己去达成目标的 那我激励自己的方法就是 譬如说我现在在当时宽主 那我现在的订阅书基本上还没到五万 我的目标就是先达到十万嘛 因为YouTube的十万就会有个奖牌 是一个里程碑的概念 所以我会先把目标设定在我能达到的范围 然后也要付出努力 所以只要你下定决心想要达到这个目标的话呢 你这样就会有动力去让自己达到你的目标这样 那接下来就是两个呢 就有提问 能不能让我讲一段话 好 那我就来挑战看看 三六三小三去登山山山路下山下山路上山 登的山吃山跑的山里山出的山汗路四的山天山 小山山山大声喊 离天只有三十三 靠非我都在讲什么 但应该还讲的不错吧 观众们应该有感受到我的这个普通话的进步 有没有 接下来的是想要达成什么梦想吗 先撇除实况这部分的话 其实我自己是很喜欢音乐很喜欢唱歌 我自己现在也有在学唱歌 然后我接下来也会去学吉他 然后我会希望我可以以一个比如说选手的身份也好 以一个电竞实况主的身份也好 就是有一天可以站在比如说台上 然后自弹自唱或者是纯唱歌都好 可以在台上唱歌给大家听 对 现在你们可以支持 然后不要笑我 不要笑我 好接下来就是你们最想要问的题目 就是跟李李是怎么认识 然后为什么分开 那首先呢 认识呢 是就是那个时候第一集打GCS的时候 我记得我那个时候打完Win Team 输了之后 准备走了 他跟他的一个朋友就 找过来早晚要拍照这样子 然后我就看这个女生 就是怎么长那么可爱啊 就吓到我你们知道台湾有这种天使类型的女生的 然后就拍完教 然后他就发这个现实动态嘛 然后他有标记我 那我当然是好好的把握机会 然后就是回他现实 你们懂的就是 啊故意找些话题啊聊天啊 啊聊了聊了大概好像 好像二月聊到六月的样子嘛 然后那个时候就决定在一起了 对 那中间发生什么事情呢 那我就不多说 反正就是 我尽可能的去改变自己嘛 因为我从一个很胖的时候 那到五六月的时候 我花时间去改变嘛 等等的 那 那为什么分开呢 好 这个我必须要很认诚的回答 其实我跟他在生活上 譬如说我们吃东西的部分 其实就有很大的问题 就譬如说我想要吃水饭 想吃面的时候他就说 不要我要吃饭 那这个我们就吵架了 就是我们吃的食物不太一样 所以就你们知道 没有啦 开玩笑 首先呢 我必须要很认真的跟你们讲 就是公众人物的感情 跟一般的感情 其实都是长一样的 就譬如说 两个人相处的一些部分 或者是有什么磨合的部分 其实我觉得都是 两个人都知道就好 然后其实我自己的事情 我也 不太喜欢跟别人讲啦 就是 我顶多 譬如说讲给我身边最好的 一两个人 知道而已 所以其实对于感情的事情 我是 不会想要公开跟他们讲 因为我会觉得 呃 不关你们的事 因为这个 反正感情就是两个人的事情 但是我可以说一个就是 因为两个人都是一个个别的人 然后他们的个性性格 喜欢的事情 都有可能会不一样嘛 所以呢 两个人在感情当中 就是要想办法的去磨合 去欠揍对方等等都好 反正就是达成了一个 你们两个人之间的一个共识 其实在这些磨合期当中啊 不管是一个月 半年 一年 只要是两个人相处 都是我觉得都是一个磨合期 因为就算是你们在一起好久的 譬如说已经成为夫妻了 其实都会吵架嘛 我们先撇除一些另外一 另外一半对不起另外一半的状况下 其实往往吵架的原因都是 大家的价值观或者是 看事情的东西是不一样嘛 那问题出来之后呢 第二步就是沟通了嘛 往往我觉得情侣最常 比如说提分手之类等等 就是卡在这第二步沟通的问题 那两个人在沟通的时候 其实就会很明显的看得出来 另一帮想法的是什么 然后他的个性是怎样 就比如说你的另一半是 有话可能都不太讲出来 就避在心里的话 那其实问题就会往往解决不了嘛 因为你一直避在心里面不讲的话 那慢慢慢慢就会爆炸了嘛 所以其实很多情侣就是 卡在这一关里面知道 所以我希望你们懂我的意思 然后 之后也尽量不要问到这些事情啊 就是不要问到为什么分开 反正就是两个人的事就是两个人的事 好这个是我平常不会讲的东西 那希望我这么认真的回答 不会吓到你们 然后我也再次在这里 非常的感谢各位观众一直 对我的支持 那我日后会更加的努力 达到了五万订阅的时候呢 我会再加开观众场去 跟观众一起互动一起玩这样 那别忘了要订阅 还有有兴趣的朋友们 记得加入我的频道会员 那就谢谢大家的支持 拜拜 只要一个月就是 一个月 75台币 感谢大家支持 那我们马上 其实做YouTube最累的事情 我觉得是要 我觉得做YouTube最累的 现实生活当中当然是要 但现实 然后用力去让自己 你这样就会有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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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